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感谢收看三老大师为您带来的DOTA2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4年的BB别墅杯敌败战小组赛第四个比赛日的第二轮 由OG对战XG的比赛啊 非常有意思,我们看到最后一手OG给Vesper拿了一个敌法师来应对XG这边一号为AME的美杜莎 而XG这场比赛在第一手第二手拿出来的是蝙蝠和马尔斯 然后呢,大哥位选择拿出来了一个AME的美杜莎 再加上中单的紫猫以及一个拉比克的辅助位 那这场比赛在对线期应该说XG还是蛮不错的啊 应该说还是蛮不错的 当然了,敌法师用来去打这个美杜莎确实是非常厉害 而且敌法师打美杜莎的话呢 因为是三号为敌法并不需要去出狂战斧 所以他可以第一件装备直接去出一个能够去帮助他快速消掉美杜莎蓝量的散尸啊 作为第一件核心装 有关上说这个OG这个阵容感觉很奇怪啊 感觉很奇怪 但是OG这个阵容确实是为一号位美杜莎凌晨定做了一个三号位的敌法师 此前在美杜莎刚刚改成当前这个版本之后啊 曾经见过几场这个三号位的敌法 或者是专门为了打美杜莎而选出来的敌法师 包括但不限于三号位和中单 效果应该说是非常的明显啊 非常非常的明显 打美杜莎特别好用 当然了 一场比赛五个人 对吧 五位我不能光看一个人 也要看队友在实战当中这场比赛 以这场比赛为例 能够给敌法师创造出来多少去输出美杜莎的机会 单纯从阵容上来讲的话 这场比赛OG是一个近乎无敌的完美团阵容 就他的这一套完美团是你几乎处理不了的 团战几乎不可能赢 只要在对方有大招的情况 这个团战几乎是不可能赢的 当然了 有一种创造奇迹的可能性 就是拉比克能够偷到这个对手谜团的黑洞 然后反拉对手 反拉住对手 这个是唯一能够去打赢团战的一个可能性 因为单纯的从团战技能来讲 美杜莎的大招 还有马尔斯的这两个团队的控制 跟对方虚空大和谜团的大比起来要弱很多 而且这场比赛因为是虚空加谜团两个人都在 这两个人都在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他可以用其中一个人的大招来专门针对一下拉比克 把拉比克处理掉以后 另外一个人的团战就可以完美的去把自己的大招放出来了 所以对于XG来说 这场比赛的核心 如果单纯的说对线期的话 我感觉这场比赛对线并不是什么难点 但是团战要怎么打 是XG这场比赛比较难受的一个地方 而且这场比赛对方的谜团呢 他不是一个三号位 他是一个五号位 所以在团战的时候他的大招战略价值是要远远大于他这个英雄能够提供的一个实际价值的 就是他谜团的大招不放 拉比克就不敢轻易的去偷技能 所有人的走位就要非常的分散 尤其是拉比克这个点 再加上因为谜团大招配合敌法师的这个技能存在 美杜莎的大招释放时机要求就无比的高 你的大招到底是用来去应对对方谜团的大 还是用来应对这个虚空的大招 这个是非常考究的 当然了也不是说OG这个阵容无敌 OG这个阵容他也有一个缺陷 也有一个比较大的缺陷 就是太吃大招了 没有大招到时候这个阵容是真的弱 哎呦这边 另外的拉比克让对手天安波克拿到一个一血 美杜莎加上拉比克 被对手天安波克加敌法师呢 拿到了一个一血 这个也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拉比克在前期本身战斗能力比较捉急 然后天安波克加上敌法师的这个二人组呢 由于美杜莎是完全不能和敌法师一对一贴身硬钢的 因此当对手套一个墨勇跳上来以后 这个美杜莎唯一的选择就是往后撤 他绝对不能百分之百的不能站在原地跟敌法师对刚 他跟敌法师对刚的话就是会死的非常非常快 敌法师即便只有一级的这个法力损毁 你看这个蓝掉了 你看掉蓝的这个速度 这边一刀两刀三刀 哎这边再拼一刀 你看拼死了 拼死了 这一波虽然是一换一 两边酱油拿到了对方大哥位的人头 但是AME的美杜莎是先死的 也就是说他没有吃到经验 而对方敌法师拿到了经验 对方的酱油拿到了一个单杀的金钱 也不是单杀 不是单杀 拿到了一个击杀的金钱 然后呢 敌法师就拿到鞋子了 敌法师现在山上有鞋 有一个毒球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拉比克当下的所有的控制技能 只能留着用来去救这个美杜莎用 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性 说我拿着这个举再去做一个进攻的这个打算 是完全没有的 因为美杜莎的耗血能力也比较有限 上路对方只要一个墨油套上 然后敌法师blink上去 这个美杜莎就只能往回跑 现在这个上路的对线已经是被对手利用这个墨油 加上敌法师的二人组呢 给打的比较难受了 现在美杜莎呢 依靠着自己的对线基本功 还是把补刀术没有落后 中路的对线目前是一个优势 下路是将对手打爆 也算是在预料之中 完全是在预料之中 这场比赛对于XG来说就是团战 待会等对方都有大招了以后的这个团战怎么处理 前20分钟 问题不在团战上面 这里再给一个减速 再给一刀 死了 直接击杀 而且AM1不敢打 你看这一刀掉多少蓝 别人打美杜莎 美杜莎的蓝是一丝一丝的掉 敌法师打美杜莎是一块一块的掉 这个真的太厉害 感谢法顿堡垒的前方高能 谢谢法顿堡垒老板 感谢感谢 摸摸哒老板大气 感谢约翰普菲斯老板的灯牌 两个灯牌 谢谢老板支持 看看这里 兽突过来 清理一架兵线 紫猫继续在中路保持一个无解的发育 20分钟之前 OG的这套阵容 他可以怎么打呢 大招拆开了屎 不需要给你打团战 就拆开了用 甚至30分钟之前 我都可以大招拆开了用 两个大招 这一波 你谜团用一个大 对吧 下一波我这个虚空用一个大 再下一波谜团 大招CD又赚好了 利用这个东西来 不断的去找机会 抓单就行 当你的团控大招 足够多的时候 你只要抓落单就行 你不需要去考虑说 我要一个大招 大后几个 完全不需要 团控都当点控用就行了 当成是一个成功率 非常高的点控即可 现在在经济方面来看 对方上路无解肥的 迪法师暂时排在全场第一 不过中单的紫茂 和下路三号位的 马尔斯跟他的差距非常小 而美杜莎的经济 目前也没有落下太多 毕竟AME好吧 这个只能说就是选手的 个人对线基本功 实力实在是太强 确实力 看看这个AME又被炸晕了 敌法师山上有毒球啊 这个时候看看防御塔的仇恨 防御塔的仇恨在兵线身上 开个塔房 拖时间 Wesper的血量非常的低 这里吃魔伴硬拼 又把美杜莎给拼掉了 Wesper这边抢走 还是被地外完成了击杀 两边又是战装的主力 一换一 然后酱油各自拿到 对方一个大哥人头 这块临死之前 放了一个肉汉能流啊 SAP拿到了地外拉比克一个人头 两个人状态都被打成了 一个完全空的状态 但是上路这两个人 还是都被击杀掉 夏鲁马尔斯和紫茂 两个人的经济 现在追平对方迪法师 实现了一点点的反超 美杜莎还是保持着 一个比较不错的经济 尽管 一直在被对方疯狂的针对啊 但是仗着是个远程 这个真的 我跟大家说 真的就是仗着是个远程 不开玩笑 全靠这个远程的能力 就这场比赛 这个优势路对线而言的话 如果换成是一个对线 补刀基本功 稍微差一丁点的人 现在这个经济已经崩了 就完全崩的没眼看了 拉比克举一下 弱汉能流给张雀 再扔一个手榴弹 AME又死了 对方就是拿命跟你换 这个敌法师这场比赛 拿出来就是跟你一换一的 我就是要跟你一换一 我只要我是一个三号位 我换你一号位 我一换一 我值啊 现在对方的这个一换一战略 非常的成功 打到目前为止 这个敌法师这波 甚至都没需要自己被击杀掉 只不过状态空了 状态空了 下一波的话 可能就不能这么杀了 这五号位谜团不就真的一个黑洞就没这个人了 你要知道这个五号位英雄来说的话 就一个团战 你能把自己的一个技能放好了 或者两个技能放好了 其实五号位在团战的时候 这个作用就已经都发挥完了 而谜团的 从谜团的技能角度来讲的话 他作为五号位 其实这两个技能 是很容易放出来的 大招我可能拉一群刃 有点费劲 我拉一个是没问题的 这敌法师不是一号位刚下吗 这敌法师肯定不是啊 这边有个虚空的 优瑞的一号位虚空啊 这场比赛是 因为优瑞的虚空经济呢 逐渐的靠近了美杜莎 当然这个不是因为他刷的快 而是因为美杜莎一直在被对方硬怼 怼的实在是迷地刷钱了 这种局对美杜莎来说就挺难打的 实在不行的话 就可以考虑出一个什么 就实在不行啊 可以考虑出一个小小的属性装用来刷钱 紫毛这边抢服 抢到了 还是个双倍 拉比特一个局 这边攻攻卖冲 看看能不能击杀掉本子马 漂亮的一个残烟 拉住 炸晕 nice 拉比特这边偷了一个木勇 DY的这个偷的木勇 非常好使 上路被你拿木勇搞了半天了 我也用用你这个木勇 一用 确实挺好使 配合紫毛的话 紫毛也有位移 正好这一波小毛的紫毛也离工了 待会就看看这个紫毛 能够给对方形成多大的压力吧 紫毛残烟 拉住 双倍紫毛战斗力拉满 这波直接烫死 然后再炸晕 这两人完美能不能带走Uray的这个须破 先送走对方的酱油 但是又敌法师也跑过来了 小毛这里选择一张TP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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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关键 小毛这波没死 小毛没死 他跑掉了 那这样的话 对方的敌法师来到了下路支援 上路美毒杀 没有人管 美毒杀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在上路发育一下 巨空这一波呢 来到 在下路的这一波 打完以后 现在经济还凑合 两边这场比赛 在前期对线期 可以说打的 基本符合阵容 特点 基本符合阵容特点 就两边在前期对线 可以说是打了一个55开的局面 该优势的地方优势了 该压制对手的地方 压制住了 该肥的点肥了 该带节奏的点干活了 所以这样比赛到目前为止 两边都还是表现的相当不错 我不知道 我其实这个时候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这一届比赛到目前为止的 三支中国战队 都好厉害呀 真的都好厉害呀 尤其是XG 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这届比赛到现在为止 中国战队的这个强度 远超我的预期 弱化能流 nice 真的远超我的预期 别奶 不是奶啊 不是奶 真的 这中国队这届比赛的表现 这个太超出我预期了 上路这块美朵虾被对手的兽加上天安波克 两个人强杀了一波 一板事件经济全场第一 两边的一号位大哥都非常的难过 从中单和三号位来讲的话呢 紫毛这边占一点优势 而且小毛的紫毛只要比赛干活了 这个很重要 他的紫毛只要干活 把注意力拉走 AME那边就有点能杀钱 现在的这只 现在的这只XG啊 呃 再磨合磨合的话 我觉得 这届很厉害 好吧 感谢艾伦老板的马西之王 谢谢老板支持 摸摸摸摸摸摸摸 尤其是小毛 小毛现在 哎呦 这个野怪都得来 兄弟们 都得来 一个都不能少 这波绝对不能让对方把钱抢了 这波拿命守 也得把这个野怪给守下来 所有的人都急不中过来 五个人给对方硬刚 敌把师一个人在上路发育 这块看看 举一下留住这个谜团 先把谜团秒了 虚空的大招照出四个 但是也照出了兽 所以第一时间没有输出 马尔斯的大招完美 截住对手三个人 又是瘦了一个大招 钻住了 冲进人群里边的心情 一个蝙蝠 蝙蝠被对方敌把师 一个大招直接收掉 现在暂时双方是打成了一个一换一 四号位和五号位 达成了一波一换一 一换一完了以后 回头过去 再去打这波野怪 就踏实了 这回就能打了 因为对方虚空的大放了 谜团被打死了 而我这边美毒杀的大招是没放的 你甭管我家没家 对吧 你甭管我家没家 我这波反正没放 你看不见我家没家 我这波没放 那你就默认我有 所以这波这个野怪我可以打 这波差距坚决 这波是真的坚决 Wesper的敌法师 这场比赛异常的肥 这个美毒杀 我感觉 这场比赛的发挥空间会 很难过 会非常非常的难过 这个无解肥的敌法师 他可以选择直接去做散尸 做完散尸以后去出A杖 然后就利用A杖的这个闪烁碎片去搞事情 这不是骑士 这里原地扔一个燃烧瓶 如果本子马没有刹车的话 这个就被燃烧瓶给打断了 现在马尔斯的经济也很好啊 难道这场比赛 我们要看到圣剑马尔斯了吗 兄弟 兄弟们 大叔第一次见到你被远古吓到了 不是被远古吓到了问题啊 这个是刚才那波远古必须得拿下来 感谢小老板的疯狂心动 感谢Bla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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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赠送的Super Chat 兄弟们大叔说 XG拿不了TI冠军 好 这个 XG拿不了TI冠军 肯定拿不了 感谢小老板的疯狂心动 再次感谢Alan老板的马戏之王 感谢各位老板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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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人都入手十比七 那么柴姐这边领先着1000家的团队经济 迪巴尔斯的经济和这个马尔斯差不多 这场比赛 如果马尔斯真的 出了像那天我们看ATF的那个 圣剑加上 掉凶针 凶针加圣剑的这种马尔斯的话 我觉得场面应该也是蛮秀的 好吧 那这波残阴 拉住紫毛过来 挂一下 攻攻脉冲 然后呢 谜团生一丝血 生一丝血 蝶油 谜团直接转身 拉大 定住 这个边幅骑士 还是没顶住 被对方极限反杀 而且拉米克也没有扛住 让对手在这一波利用一个谜团啊 完美的反袖掉了 在敌法师手里边 已经拿到了伞尸 小毛这边直接一个刮杀出来 伞尸 拉一手 残阴 对着拉一下 虚空一个大招 照住 再加一个墨油 这波紫毛也要没了 这个就是对方在团控技能多的时候啊 就是有这个问题 他的团控技能不值钱 这个时候 当你只有一个团控技能的时候 你会把这个技能尽可能的 让他放大效果 但是当你有两个团控技能的时候 你就不会在乎 我一个技能效果怎么样 就能杀一个是一个 能杀一个是一个 尤其是20分钟以前 双方都还是在试探性的游走 而没有进入到那种 就是一波团战 直接会丢好几个塔 甚至高地 甚至肉山的这种局的时候 这个大招是真的不值钱 见着就放 见着就放 现在双方的比分来到了13比7 13比7 看看这波虚空 能不能直接抓住他 然后蝙蝠跳刀过来 抓到 nice 他的跳已经用过了 一个长毛给上去 再一个刮杀 那带走 这场比赛 紫猫的A让很重要 看看兽这边突过来 敌法师的墨勇 没有炸到人 没有炸到人 拉比克一个局 砸晕 这波秒断 对方受到大招 一个长毛盯上去 这里复魂捆住拉比克 加上紫猫 马尔斯给一个装 这个大招伤害给的不错 但是Vasper好像让扛不住了 还探一下漂亮 带走对手以后 谜团现在说了别 是没有打招了 上来给了一发增握 紫猫残烟 拉住 两轮集火 再击杀一个完美的 一个端 拿到人头 同时打掉野怪 人头是来到了10比13 查记现在领先 2000家的团队经济 nice 打赢了 这波团战漂亮 而且这个是在 紫猫还没有A仗的情况下 如果紫猫有了A仗以后 对手的谜团 还有像天安波克 谜团 没有BKB的兽 这些英雄都会非常的难受 这波漂亮 迷路的Sav Sav这波 这个谜团 我其实没看懂 他跳上来干嘛 有点慌 好吧 Radiant's middle tower could use some help 大家合作 其实能够一百分之半 飞路的都会发生 我去打作 剩下来 这个人 引训练 小型 这是 我们 现在双方的比分13比11 团队经济领先3000 虚空里边放了个大 打拉比克 拉比克跳龙 偷了一个虚空的跳 里边再举一下 然后呢 迪法师跑过来了 炸鱼 那这边跑不了了 这边确实是跑不了了 大叔干嘛呢 我不是在解决比赛吗 那迪法师 迪法师现在身上的装备在做 他是在做A仗吗 好像又不做了 不是吧 他现在的经济 假腿散尸 有1700的存款 这也不够A啊 也不够A仗啊 他现在身上的总经济 再加上他现有已经出来的装备 这边边什么骑士 拉谜团 没把谜团拉着得自己上去了 迪法师过来 两刀 直接再加一个墨语 这波心情没了 这波心情有点 有点没看懂 感觉好像稍微有点飘 好吧 这波稍微有点飘 阿尔斯现在跳刀了以后 祭品在做BKB 那么迪法师和美杜莎的经济目前增长的都还挺快的 尤其是美杜莎 我跟你说 这萧瑟在刷钱 世界名画 萧瑟在刷钱 他说Vesper是以前某个战队的中单吗 Vesper最早的时候 特别特别早的时候是打中单的 有一手绝活Tinker 后来 就是因为南美的新人太多了嘛 南美新人太多了以后 Vesper就转三号位了 现在这场比赛 这个有观众表示说 赶紧强势期结束掉 这场比赛结束不了 这场比赛 XG 整场比赛是没有真正异常的强势期的 他们的强势期不是靠自己 是靠对面给 就是对面 谜团没有大 虚空没有大 就是XG的强势期 跟他们有什么装备 没多大关系 他说好奇 DOTAR有删除过哪个英雄吗 目前 就是所有的正式版本 从我开始玩 也就是大约 15年前 15-16年前吧 15-16年前 16-17年前 甚至 16-17年前吧 差不多 还是17-18年前 16-17年前吧 我显得我年轻点 从我开始玩到现在为止 是没有删除过的 就是更早期 更早期的那个 我确实不知道 因为那个就超出我的 玩这个游戏的年代了 那个就太古堡了 有关上说狼旗被删了 狼旗这个可能有这个英雄那会儿 我当时可能没玩吧 这边心情的位置破雾了 心情破雾了 心情这边可以 心情赚了 心情这边赶紧去被打死吧 你血赚了已经 这点兽 炸一下 心情还在带着对边跑 还在带着对边跑 浪费对方的时间 这块一个 换项没打死 我的天 这关心情血转乘二 血转乘二啊 这一波 那那马尔斯和美杜莎 两个人的经济呢 变了第一 小一张的这个马尔斯 甚至还更多一点 真有钱呀 这马尔斯 马尔斯刷的跟美杜莎一样快 真是 有点厉害 看看这一波 紫毛打头 紫毛 紫毛打头 打头 打头 上来 看见对手 直接A到一套 没了 马尔斯上来 这一个装的伤害 也是相当的逆天 看看下一段 都给马尔斯准备说什么 我在想 他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那天 我们看到ATF的那套出装思路 因为现在有一个问题 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团战当中的时候 肉眼可见的是 美杜莎的这个输出 有点不太好 不太容易 所以需要第二个输出点 紫毛的话 作为第二输出点 是百分之百不够的 一定是不够的 他一定需要 就是有紫毛之外的输出点 那这个角色 只能是马尔斯 他说能看上 美杜莎的视频吗 挺漂亮的 我看不了 看不了 现在看视频 需要开这个东西 开那个积分板 开这个积分板 但是我加了个MOD 把那个积分板给屏蔽了 之前给大家找第一视角的时候 总会有那种手特别碎疯狂 摁那个积分板 来保持自己手速的那种玩家 会导致第一视角没法看 然后我就加了个MOD 把那个给删了 那说马尔斯开凶针的 端是只消耗75点蓝吗 不是 打到每一个人 都要耗75点 就是他这一个端 对面有10个人 那就750点蓝 再加上端本身的耗蓝 就抹得了 这边冰蜂骑士 拉了一下 不过队友来的比较慢 敌法师直接扔一个闪烁碎片 出去 把你吓跑 看看这里 兽突一下 小一声在高台上面 哎呦 这得回对面没过来抓的 要对面过来抓的的话 马尔斯就直接一个大招 把自己扛在这中间 像个指挥官一样 站在高台上 当然了 也不是他想站在高台上 主要是下不来 这不是刚才用推 推破兽的突兀了 没跑远 团队经济领先着5000多 虚空现在的经济是有 10,000 这里抓住了一个本能码的兽 可以 这个兽有BKB没有 没有BKB 没有BKB的话出不去 出不去 这里再炸一下炸回来 这里想跑一个端 漂亮 小一声的反应也是非常的快 就等着你放这个 你一放突 我这边就给一个端 敌法不出狂战 怎么看怎么怪 脏号为敌法师出狂战 那才是怎么看怎么怪 这边残银 残银没拉住 这里一化原地 再崩一架 马尔斯过来 给上一发城隆 一个端 隐身都拖了几秒钟的时间 人头最后又是给到了小医生 美杜莎输出真的低 打不动人 美杜莎的输出 怎么也要到两万经济的时候 他的这个输出才能A的动人 一万经济的美杜莎 就是刷前装刚做完 一万五经济的美杜莎呢 就是能能A对方两下 但是也A不太痛 两万经济的美杜莎 才能真正一场 对对方的英雄产生一定有效的威胁 美杜莎的输出完全成型的话 至少要两万五以上 英雄特点 感谢CNUV有为老板的灯牌 谢谢老板 美杜莎560的血量够吗 美杜莎560的血量 说实话有点太多了 正常应该是450 敌法师这边敢上吗 套了个墨勇 但是不敢上啊 不敢动啊 不敢动啊 雷特杀目前山上已经是有了分身 加上散魂剑 双细带一个密法鞋 肉山盾还有十几秒 对方应该是要卡了一个肉山盾 然后出来打架的 你看这一波现在肉山盾消了 但是对手没有找到机会 AME藏的比较靠后 队友提前都在周围埋伏了一圈 这一波团战其实是很考验差距的一波 因为现在对方的双大都是 钻在手里头的 从个人装备来看的话 虚空的装备尽管稍微差点意思 但是敌法师的还行 敌法师的还行 然后谜团这边有个大勋章 可以给自己的队友再加一点输出 再一个装备准备做的是莲花 接下来这段时间对于XD来说 这个正面团要非常谨慎 对方这个阵容双大 如果都用来打同一波团战的话 是真的有点厉害的 不过有意思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从过去这个29分钟的比赛里面透露出来 OG其实现在是越打越没自信的一个阶段 几次接触他们显得都很 就是气势上面会有点弱 气势上面有点弱 就显就肯定就明摆着就是没有自信 没有自信的话呢 而且他还不是某一个人没有自信 如果排除这些人故意去洋装自己比较弱 然后骗你来开团 这个可能性的话 那OG这个团战很可能会因为过于省某一个技能 而出问题 和本堂马大招钻一下 这是拉比克偷了一个本堂马的大招 钻住直接送走 这兽还不做BKB呢 这个兽BKB出的有点略晚 如果这么晚的话那XG机会还有很多 4号位谜团为啥不先出跳刀 因为是5号位谜团 感谢黎曼崇拜定里老板的情书 感谢敖翔翔的金沙老板的好多个nice 谢谢老板支持 这把马尔斯BKB开起来 给上一个端 哦这里又是一个大招给出来 看到旭风跳出来 找这个拉比克 结果被拉比克钻在空中摔了一波 摔了一波以后 有点没法放技能了 对方的人太分散了 再跳走 敌法师这里扔一个闪收碎片上来 但是这个闪收碎片正在跟野怪决斗 哎马尔斯这块一个技能加一个多 我的天 小学生打疯了 小学生的这个马尔斯估计这个比赛看不见了 有可能看不见了 这里紫包给上一个共脉抽 沉默一下残烟 拉住还差一下 兽大招钻住对方的边缝骑士 边缝骑士里边剩了一点血 拉比克你怎么把兽扔在天赋脸上了 我看见了 这一波故意的 这一波举报了 迪拜故意害死心情 降低心情的KDA 打断心情的节奏 这主要是因为心情最近太抢眼了 没有人看迪拜 这一波迪拜 这绝对不意的 我跟你说 四五不合啊 差距四五不合 兄弟们 有证据了 有证据了 差距四五不合 这波迪拜师没死 下落的高地塔拆了 拆完了以后 差距回撤 差距回撤 现在美朵沙的经济22000 然后马尔斯18800 紫猫也有17000 这个团队的经济 这个运营 OG能够比差距差出来这么多 只能说是 这AME 带来的一个 AME带来的这个 刷前节奏的整体的一个变化呀 真的有点厉害 马尔斯出了一个刷新 然后准备吐扬刀 这场比赛小学生 还是非常安心的 在做一些比较普通的装备 地外用了个瘦的大招 地外说得拿着这个瘦的大招 是真的不舍得坏 这太好使了 这个技能 真的是太好使了 好 编书骑士 这块炸一下 敌法师 敌法师再扔一个闪瘦碎片 不过编书骑士 在这用自己飞行跨地形的这个能力 在刻印度上 虚光跳过来 锁LCD 带着墨勇 紫猫提前放了一个残阴 优瑞得飞没种 这块要挣着的话 优瑞又回不去 好 这一 看看紫猫 共鸣脉冲 改一下 美兔莎直接开大 开着大招 往前推 马尔斯大招断后盘 游瑞的这个位置 手里面的大招 准备怎么改 还是不改 马尔斯在自己大招 快结束之前 放了一个长毛 定住对手 这块小毛留住 对方的虚空 虚空直接被秒 没有来得及 去放大 马尔斯又是一个长毛 打断了对方 这个兽小 放的哭 刷新 第二个大招放出来 直接留住对手 一个光 秒掉敌方的 的 咪团 然后 优瑞的敌法师 在场场当中 又被AME直接射死 比赛可以结束了 比赛可以结束了 你看这个团战 就是OG整个打的 烂七八糟 真的是烂七八糟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 那个 就是我刚刚 不久前 几分钟前 说完的那个 OG这场比赛 他打的这个状态 给人的感觉 就是非常的 没有自信 非常的乱 所有人的 这个技能 施放 然后整个的一个节奏 的把控都非常的乱 五个人感觉就是 有五个不同的想法 然后每个人都 按照自己的想法 在做 完全没有统一 一波团战打下来 虚空的大也没放 谜团的大也没放 这个阵容 你拿两个团控的目的 就是为了去规避 一个大招的 过于走钢丝的 这个问题 然后结果 他们倒好 俩人一起走钢丝 好家伙 迭罗汉在这 哎呀 真是个大 真是个大聪明啊 我估计小学生的 这个马尔斯 跟ATF的马尔斯一样 要上黑名单了 要上 要上其他 所有队伍的黑名单了 别说骑士 拉住兽 兽自己这波 出来送了 兽自己出来送了 顺便送对面 一个大招 好人呀 好人呀 不得不说 插地这个状态是好 真的好 天空 这边跳过来 大招 定住了马尔斯 定住马尔斯 以后呢 直接敲死 马尔斯这波 居然放出来了 一个大招 还让他 你们不会打不死 这个马尔斯吧 我的天哪 能把马尔斯也没死 小包加上 美兔莎两个人 直接射死了对手 地板师 地板师选择了买狐 提前买 早买走 cd 这波对方 肯定要上高 等是没期望的 等是等不了一点的 呃 蝙蝠骑士 这里拉住敌法师 看看杨刀 杨了一下 虚空 虚空这波 哦 马尔斯这个技能空了 这场比赛 我第一次前的空技能 谜团的大招 根本就没有来得及放 直接被送走 地板师 这一个大招 带走 心情心情全能买活 呃 谜团 看看这个大招 准备怎么放 呃 看不见拉比克 没法放 那么这里 虚空跳上来 以后赶紧往回撤 瘦的大招 攥了一下子猫 子猫表示 好像我还扛得住 哎 这个虚空 这个虚空白给了 被对方 直一个共鸣脉冲 沉没 加一个刮杀刮死 马尔斯回头 一个长毛 定住 那美肚杀 根本就不来 美肚杀在旁边 拆尽拆尽住 哎 终于来了 终于来了 这里给上一个 秘书一蛇 然后开分身 开始给出出 赛部大招 拉住了小月生 跟小毛两个人 但是没有拉住美肚杀 直接被美肚杀射死 我只打出了 继续恭喜 差距在双方BO2的 第一场比赛当中 先下一场 拿下一分 这样呢 OG如果下一场比赛 再输了的话 就有很大的概率 会直接在小组赛 被淘汰了 好吧 那么这场比赛 就先给大家直播 解说录制到这里 我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带来双方 BO2的第二场比赛 我是三小大叔 咱们下场比赛见 么么哒 么么哒 么哒